我希望SNG要做苗栗采访报道 好 还有建设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苗栗县长刘振宏当年强调 马粪馆一年可以替苗栗带来两亿元的商机 所以当时呢 执意先砸下1.7亿元 要来强制的来争地那么拓宽马路 没有想到之后再花了3400万元来盖马粪馆 好 当时呢 就被执意根本是要拍马屁 今天三类新闻记者呢 也到了马粪馆来直击 发现这里根本变成了蚊子馆 一年要赚两亿 完全没有赚到 好 怎么样解释呢 刘振宏扣任了正论节目 不但解释不出来 马家庄跟马英九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说呢 这个马粪馆是要来吸引大陆观光客的 没有想到一到现场 半个人影都没有 之后呢 刘振宏也只好说要来转型 不过到底要怎么转呢 之后却说不出口 马家庄连外道路砸了1.7亿 拓宽要迎接游客却看不到任何人影 真的不夸张在商店街马表计时 等了五分钟竟然等不到车辆经过 没车没人潮 当然也没人摆摊 而旁边农业推广中心原本叫做马粪馆 因为被质疑拍马屁才改名 去是3400多万新建的农业推广教育中心 同时也是马家庄的游客中心 可以看到平常日一个游客都没有 而且已经贴上公告 暂停 大门上锁的推广中心活生生变成了蚊子馆 到处都能看见蜘蛛网 就连马家中词的看板也都快脱模了 旁边的千坪停车场一片空荡荡 游客慕名而来超失望 游客连下车都不肯 但是苗栗县长刘正宏却在节目上 为了马家庄和名嘴火线交锋 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观光 我请教你 你讲出发点为了观光 请问现在马英九奋斗馆 一天有几个中国观光客去 我知道 现在这段时间 你故意 钟先生你故意要设计我讲出发 我问问题叫我设计你 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又把马家庄的部分 我们又再转型了 好吗 现在转型成什么 你可不可以 县长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 我现在不能给你讲我们转型什么 我现在转型什么 这是国家机密吗 你们又要修理我了 好 没关系 刚初说要吸引大陆观光客 但是现在马粪馆变成蚊子馆 刘正宏硬拗要转型 这下恐怕很难拗得过去 三立新闻 邱瑞阳 许嘉诚 苗栗报导